大家覺得意外嗎 我是一點都不意外 這就是民進黨一貫操作的手法 其實大家也會質疑 這樣的劇本到底是在總統府你好 還是陳中與王必勝薛瑞元的白日秘會所拍板的呢 陳中應該去問問這些打高端的民眾他們現在的心情 你就會知道民眾對陳中真正的評價 陳中讓台灣缺疫苗缺快刪 而且採購沒有進行第三期服裝試驗的高端疫苗 而且也不遵照保密協議的例外規定 去公開相關疫苗採購的資訊 讓國人知道他在陽光下 所以陳中現在說其他人抹黑他 其實並不是真正抹黑他是他自己 所以請陳中不要有嘴說別人沒有嘴說自己 就好好的踏踏實實的把疫苗採購的過程 讓我們採購在陽光下給民眾清楚的交代 謝謝靜靜靜靜靜ивается